今天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全家终于可以聚在一起了 建宇 恭喜你们了 以后大家就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可以天天开心的吃饭聊天了 可不是 以后大家就把这儿啊 当做天津的老家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 怎么可能天天来呢 他们要是不请我去的话 我当然要请他们过来了 对啊 现在建宇已经住下来了 你们有空啊 就多往这儿走吧 白露 等你生下孩子以后搬到我们这儿来住 我帮你坐月子 好 谢谢大姐 少敏 你怎么不说话呢 是不是忠诚把我这大姐形容得非常可怕 不是 只是我第一次来看大姐 心里有点紧张 那倒不必了 你们相处多久了 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忠诚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只能直接问你了 大姐 人家第一次来 你都把人家吓跑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们终生大事吗 要不然 怎么对得起自己死去的爹娘呢 大姐 我想和忠诚结婚 请大姐成全我们 忠诚 你居然让一个女孩子提出这事 你好不好意思 少敏 我当然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谢谢大姐 那好 我们就挑一个好日子 到你们家去提亲 你们家住在哪里 家里有什么人呢 少敏的家在上海 对 他爹现在刚好不在 是 是 大姐 他爹到外地做生意去了 要很长那段时间才回来 是啊 他们说的都对 那也没关系吧 等你爹回来以后 我们再选个日子 登门拜访 没想到忠诚这个小子 居然比我早找到老婆 谁叫你自己不长眼睛 身边有个好女人在 白露 我交代你 给丹丹找对象的事情 你听进去没有 大姐 婚姻大事急不来的 一切要看缘分呢 长风不错啊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丹丹不喜欢她 燕平 谢谢你看得起我 丹丹她的条件好 是我配不上她 都是我不好 我已经没资格去爱别人了 丹丹 你怎么说这种话 为什么你没有资格爱别人呢 她的意思是说 小风之前每天在她身边 她都没有好好把握机会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这怎么会来不及呢 丹丹未嫁 长风未娶啊 好了 你们就别老把问题 扯在丹丹的终身大事上面 让丹丹多不好意思 这是剑语在替丹丹着急啊 就是嘛 你看 现在终成都快成家了 我们母家 就剩她一个人没有嫁出去 我能不着急吗 我一定想办法把自己嫁出去 少敏已经要帮我介绍男朋友了是吧 真的啊 少敏 那好 一切都拜托你了 丹丹 建宇 没有人愿意留下来少住几天啊 没有半个呢 有的说忙 有的说有事 我觉得反正是找借口 就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 有我在陪你啊 建宇啊 其实今天你们姐弟大团圆 最开心讲最多话的就是你 基于白鹿丹丹丹 忠诚 还有她的女朋友 总觉得他们都各怀心事似的 嗯 是啊 哎 燕萍 你之前在上海的时候 你常和白鹿忠诚他们联络吗 啊 还好 你也知道我之前在常三堂 跟他们联络起来也不方便 那你能不能 带我到白鹿家去一趟啊 嗯 白鹿不是说过 她丈夫不喜欢吗 我是她大姐 不管她丈夫再不喜欢我 我也要亲自了解她一下 我这个妹妹嫁给什么样的人 日子过得好不好 就算她丈夫觉得我很唐突的话 我也并不在乎啊 对 我赞成你的做法 嗯 剑宇 你既然已经住下来了 我想以后你们会有更多机会来往 这件事 你就等白鹿自己安排吧 你一定会跟她丈夫见到面的 我一定要跟她丈夫见一面 季妃 虽然今天我们家里算是团聚了 可是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氛 挺奇怪的 你看 丹丹 白鹿 忠诚 他们好像不太高兴 好像 各有心事啊 会吗 我不觉得 连小风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留他们住几天 结果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陪我 他们好像不愿意跟我接近死的 你别自己胡思乱想了 他们都长大了 已经不是以前的弟弟妹妹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天空 而且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希望你说的是对的 优优独播剧场ле